Hello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,来观战一把S1红蝶画家,嗯,画家打红蝶,一般啊,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发挥空间吧,只能这么说,先知机械画家前锋,一套修得比较快的阵容,但是红蝶的话,闪现红蝶除了这个前锋,我觉得哪怕是画家也能抓,但抓画家呢,收益并不是那么高,最好抓那个技术,抓先知的话,看这个先知, 先知,先知其实那些厉害的先知,就是第一轮吸不出鸟,但是救完以后,如果说队友帮忙稍微保一把,特别前锋这种撞救什么,拉开身位的,架出一个交互点的,也是很能发挥的,这边过来找画家,找画家也行,那这边就看,因为找画家呢,他这个首先他这个屁股是一个,他的一个特长,然后还有点呢,就是他这个画或多或少能够拖一会儿时间的,不像其他的角色,哎,这边一手画,然后这边一手翻,红蝶的话,这边应该是交一个蝶, 飞出去,然后利用闪现来直接打一个落地刀了,根嘛不打一个闪现落地啊,再一飞,找角度,卡住这个点,画家第二副画起来,闪过来,一刀你要顶上,嗯,这波,两边的一个正常交换啊, 但现在的话,这波飞被回头打断,距离又拉开,但是呢,穷者这边的话,带到了戒尸的遗产阶,选择换抓戒尸,也行,抓戒尸的话,这手换抓戒尸,其实红蝶是可以保平的啊,他是可以保平的,一来呢,穷者这边的话,打了这个画家,画家现在电机修不了,整体上面来讲,对于穷者的一个电机的一个控制力是够, 二来的这张椅子的话,相对来说,救下来以后也不是特别的好牵制,这个戒尸应该是在电机点亮之前是会被挂飞的,前方这边来救,仙之鸟已经没有了,嗯,这里画家先把前方的电机补开,然后待会儿再去找戒尸的娃娃来补吧,来摸这个状态啊,就看这波防守了,红蝶的话我觉得这把保平能行,但是真剩的话得看这波防守能打到多少多东西,打一刀,保平差不多能保下来,然后打两刀呢,那就是真剩了,一刀追,前方拉球, 前方这波拉球,过来一刀,救下来,戒尸,拉走,因为这边也不算遗产吧,戒尸本来这边就没怎么修,刚走到这边,然后画家就过来,所以说我觉得也还行啊,外面三台电机,还有一台遗产,应该是还有一台遗产,一点点,一点点,画家的一台遗产,两台电机是不太够的,前方这边半血,除非前方这边舍命来绑啊,舍命来绑呢,就是一把双刃剑,有可能对吧,我这边将这个,你前方来绑,你前方人也没了, 你也有可能就是保下来的,因为这边前方如果多拖一会儿,红蝶这边没有闪现,躲掉他的碟的话,把时间一拖,两台电机还有可能,前方这边撞! 将人放下,撞晕,接着是我们带三摇,没带三摇,没带三摇,没带三摇应该是可以走了,带三摇的话这边能摇下来的, 有可能能摇下来,这距离其实也不是特别远,画家这边顶着一幅画来救人,关键是最大的问题,就是这电机现在是不够的, 娃娃这边修,重新修一台,电机差太多了,电机差太多了,这边是刚才应该是吃了一幅画,下了一个板, 然后身位上面顶过来了,救下来,救下来,帮忙扛刀才行,帮忙扛刀,电机也不够,追一刀,你扛,对吧,扛完,走,拉开,外面的电机两台,机械师,有一只鸟,我感觉都够呛,更别说是个白板了, 85,前方这边的话一半,打了一波双岛,红蝶这边如果切传送挂飞以后,切传送手前方的电机, 甚至有机会能赢的,前方这边赶紧拉开,没有任何问题啊,这波前方一定要拉开,而且穷者一定要多修,上二楼去,再修一台电机, 红尼这边如果看到电机没动的话,其实人往前顶就可以了,对,如果看到电机在动,直接传过去, 因为刚刚这边的话,街市娃娃是爆点的嘛,炸击了,被刀打掉,听到电机的声音,好,这边画家被摸起来,然后状态打满,是一个双方军事啊,军事,前方这边如果有机会的话, 找队友摸一下,或者翻个箱子都可以,这个时候一定不能急,一定不能急,一定是稳着慢慢来,然后双修, 因为这边是一波三连电机,对吧,海滩一台,然后这个船这边两台,这波三连电机的话, 一定是海滩修一台,然后船上面修一台,所以穷者一定要这边把状态打满,然后最好是补一些道具来打, 先知慢慢的压过去,但先知那边,这个位置,见面可能就是一刀,见面可能就是一刀, 画家补了一个护币,前锋摸了一根针,这道具开的也太好了吧, 这我就要替红蝶说两句了,你说画家摸跟针,前锋摸个护币,我也就认了, 对吧,前锋摸跟针,画家摸个护币,这还让不让人玩,这闪现, 还好,这闪现不用交,叫人挂上,那这样的话,前锋来压着救人, 画家这边补自己的遗产机,开门战的话,还没有人贴门, 红蝶还是一个宝瓶真胜,但是如果说道具换一换的, 我感觉这把红蝶真胜的面具更大了,往前往外顶出去了, 往外顶出去了,放一个碟,看到二楼电机在斗, 想管电机吗,其实不用管电机了,因为这边两台, 如果说走得太深去管电机,那这边让穷者找机会把人low下来, 反而更加难打,反而更加难打,不如打一波防守, 回声过来,打防守,打防守就是三个人没有人贴门的, 你万一这边换一波节奏,对吧,这画家首先是个满血, 二来呢,这个,这个,叫什么,这边的话前锋,先知一个能吸鸟, 一个还有一小段球,还这么好说,先知, 先知顶在前面稍微一点那个傻的吧,先知可以啊, 不错,这闪现是不太敢交的,一刀追,加速,砸头, 帅呀,这先知,鸟吸出来了,电机直接点亮,找前锋, 这一轮先知被救下来以后的操作非常非常的自信, 这个先知非常非常自信,对于自己的一个玩板的一个感觉, 非常的自信,到位了,那这样的话,吸出一只鸟, 好,应该是趋向于求者能保平了,也就是求者能保平, 求者真摄是不可能的,这个就怎么直升, 直接切一个传送,先知过去点门, 本来的话呢,因为从上帝下来看,这个局为什么红蝶真摄面更大一点, 因为没有人贴门,没有人贴门,二选,就是脸上面救人这拨人, 二选一,我留下一个,然后另外一个在路当中就是游荡, 然后根据你电机量的一个电机的位置, 我可以判断你开门的一个位置,那么我这边就可以,对吧, 根据人的位置来进行一波那个追三的一个选择了, 这边,哎,将画家顶个鸟,门开了,一个平局, 很精彩啊,这把的话,最后先知顶起来了, 吸出了一只鸟,而且牵制也到位了,保下这个平局, 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,拜拜。